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力去看非洲 今天是正月十二 天还没过完 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送上一个迟到的春节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在圆域的起初上更上一层流 上一个视频发布的时间是1月2号 今天是2月2号 整整断根了一个月 这段时间很多粉丝私信问我 或者是之前加个微信的粉丝 问我什么情况 有没有什么事情 这里的话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 前面那段时间连续痛风了两次 腿脚不变 这里是个头痛的问题 所以说要忌口 还要注意一下 做些时间 后面春节这段时间 隔三餐五的 就去跟朋友一起吃吃饭 聚集餐 也没怎么去拍 可能粉丝们更多的还是想看一下 非洲人这边的生活情况 他们的一些视频 对中国人的这些视频反而还没那么上心 所以说就多端了一段时间 不过大家放心啊 从明天开始的话 视频的更新就恢复正常 之前看到评论里面也还在说 这个致命体是要靠坚持的 不是三天大运两年上网的 其实我想说的话 对我这个账号来说 也是来非洲的时候 一点一滴 日积月累 可以持续地拍下来的 三年多都坚持了 那肯定也不是剩一两个月的停更 能否定的 况且 这次过来的话 也是拍视频作为基础 所以说现在有时间肯定也不会去放弃 大家也不用担心 后面的话就恢复正常 这段时间评论区也在说 是不是非洲分不下去了 已经回国了 或者说 非洲待不下去的话就赶紧回国吧 还有不少人在问 除了拍视频之外 到底在非洲做什么 其实之前视频里也透露过 在非洲除了拍视频的话 可能 到底看到 做一点关于二手手机之类的 当然这个的话 就不在视频当中过多多谈论了 但是针对那些职业的人也大概提一下 像这么一批手机 那一两百台 可能内行也知道 如果说 一个月就 啥都不干 就买这一批手机 我想应该也是 收入还是可观的 超过大部分的打工收入的 当然 目标肯定不止啊 如果说一个月能卖个两三批 或者三五批 那就更好 反正事情肯定会持续做 至于能不能成功 就像所谓的 城市在天 牟师在人 就靠自己怎么去经营 怎么去运作的问题了 像我这个账号 也没什么僵尸粉 或者是富粉之类的 都是从零 从无到有 一步步领集起来的 我想粉丝里面 绝大部分也是很支持我的 也希望我在这边 不管是这个还是自媒体 都能获得成功 相信2023年也希望广大的粉丝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当然还是要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啊 和奋斗 至于视频方面 尽量的话 准备把直播内容加进去 这边很多朋友也在说 这么多粉丝的话 可以把直播做起来 强调时间也试过了一下 户外直播吧 估计也有一些粉丝进直播间看过的啊 其实总的来说还可以 虽然播的少的话 在线人数也一个两三百 如果说自己坚持持续下去的话 应该也能慢慢慢慢的做起来 当然坐在这里聊天的话 可能就不行了 还是要呼唤 所以说也计划在外面 搞一个那种小餐馆之类的啊 歇低气一点嘛 反正粉丝们可能对这方面感兴趣一点 就叫之前那个Costens 不知道大家还有一下 去做那个快餐卖 我们就找个固定的地方 到时候去自贡门面 所以说很多劳演员也会回归 包括那个小洛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粉丝记载小洛斯的存在啊 这次他们生日节过来 洛斯的话也跟Costens 他们一起回到这里来了 后面比如说像我跟四个家捕鱼 也可以现场直播一下 起鱼获得那种情况 如果说来个十斤的大飞鱼 还是比较薄眼球的啊 还像那种盘坑之类的啊 反正怎么做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先讨论一下 反正到时候做起来就看了 今天要去把他们日常的生活状况 生活场景给大家直播展现出来 断根的这段时间 评论区里面 各种各样的那种疑问都有 我这里就不一一的做简单了 反正后面的视频也会展现出来 或者说有大把的时间 慢慢的给大家一一回复啊 当然 自媒体直播上面也不是我过去的分账啊 今年的话 像小刘一家在非洲啊 包括小资料小帮族之类的 我们也会经常聚在一起 呈现多人的话一点吧 今天也是断根后的第一个视频 就和大家聊聊天 给大家说一下情况 也算是新年一年的一个方向吧 希望自己的非洲之行 今年能顺顺利利 也希望广大的粉丝朋友们 今年升官的升官 发财的发财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拜拜